有的时候居士们 聚集在一起 拼命地念佛 问他为什么拼命地念佛 拼命念佛是好事情 应该是好事情 问他为什么 他说就担心不能往生 问你为什么不担心 因为功夫不行 做不到一心不乱 阿弥陀经说了 要一心不乱 阿弥陀佛才来接 这个你仔细看经文 不能够乱理解 这个问题我们 以前讲经讲过了 这就说明这些居士 虽然拼命念佛呢 信心不足 信心要足了的话 拼命念是为了提高联贫 而不是担心不能往生 因为能不能往生的问题 早就解决了 由于你不了解 你动摇 你由于 你不能够坚信 阿弥陀经说 六方佛 其实六方佛 也就是十方佛 所有的佛都互念 这个经典 互念念佛的人 互念是什么意思 就是使你能够顺利的往生极乐 永明延寿禅师说 这个永明延寿禅师 他是禅宗的祖师 也是净土宗的祖师 因为他自己也是修念佛法门的 他有一个私了简说 万修万人去 无禅有净土 万修万人去 百分之百 当然前提就是你要相信这个法门 你拼命的念佛 你怎么不相信呢 告诉你说念就能往生 信愿行三方面具足 就没有问题 你不能往生 真的是信心不具足 信心不具足 其实不怨大家 怨不着 因为有的人呢 嘴不正 说歪了 把大家的信心给打掉了 没有那么难 不是一定要念叨一心不乱 念叨一心不乱 要入禅定的呀 我们平常人 哪有那么好的禅定功夫呢 大家心想呢 你这样说有什么证明 有什么经文做证明 昨天我们讲了 受了八观斋戒以后 终品终生 这个就是净土经典里边讲的 你一日一夜受八观斋戒 不犯念佛 然后就终品终生 他怎么能够做到 这一生当中 一直到往生之前 都一心不乱 就一日一夜 就算这一日一夜一心不乱 不能保证你说 天天都一心不乱 那终品终生啊 所以关键是信心 要深信佛语 佛说什么 你就是什么 所以要广学多文 不能够抱住一句话 阿弥陀经要从头到尾 仔细看 不能就看那一句 讲经也是 你要从头到尾都讲 不能讲其中的一句 四十八大院 不能广讲十八院 四十八个院都要讲 净土的经年 不能广讲阿弥陀经 其他的四经也要讲 这样才比较好 要不然的话 就会犯以偏概全的这种错误